我們就說我們提到說 剛好是說我們醬油是用發酵來釀造 醬油很多是需要溫度 需要太陽的溫度來釀造 太陽能也是一樣 台灣我想四五年前就開始 要推動再生能源的時候 我們家裡就很支持 就說台灣如果要做 我們一定要我們有這方面經驗了 我們一定要回來台灣來做 再生能源這一塊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 可能四年多前我們要回來台灣開始做 因為家族企業很久了 七十年以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事情的看法 會用比較長期的角度來看 就是比較不會說 我們要短期的獲利 或短期的事業的角度來看 再生能源這剛好就是說 短期費率來講就是說世界上一般來講 就是日本台灣都是一樣 都是二十年的角度來看 所以這是比較一個長期的生意 而且是一個長期穩定的收益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是蠻符合我們想要的 就是一個長期的事業 然後穩定的收益的角度來看 一開始我覺得說其實這個對整個環境 整個產業來講會非常大的幫助 就是對綠電來講會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其實研究了可能兩年的時間 然後跟那個CRS 我們要做一個說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因為大家可能說了解了說慢慢慢慢 大家在了解評證是什麼東西 可是我們有一個指標性的東西來讓大家說 哇這其實那個這個是一個模式 大家可以依照這個模式來做 當然是那個時候環境相對來講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們我在跟家裡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是不是用 不是用那個財務上的獲利來看 就是我們開始說我們不是用那個 不是用報索率的角度來看 然後包括是說跟我們買家就是像鐵人美商來講 我們也是說他們也會很好奇 我們說那你們為什麼要投入這個 因為我們可能說跟他講的等夠費率 我們直接可能把物頂做了 然後我們把電賣給台電 那我想是大家的報酬率相對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想說其實我們應該做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對這塊土地有點貢獻 我們要做一個 因為這以後是一個 我想對以後台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我們投入了太陽能產業其實也是說 這個是一個產業的趨勢 一個全球化的一個趨勢 但是在憑證來講我覺得更是一個趨勢 就是說在後等夠費率我認為一定會來臨 就是說我們在日本我們看到很明顯 就是說費率可能 跟一開始我們進去費率可能降了70% 跟一開始70%費率可能降了70% 所以等夠等夠費率勢必要來臨 所以來接手的時候在憑證就是非常好的一個Solution 就是說這Solution是非常長期可以走的 可能說整個費率可能一般來講最好的時間 可能四五年的時間 可是如果這憑證的制度我們可以走下去 它給開發商多一點的利益 那個用因來做那個開發 所以這可能會走非常非常長久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趨勢 接著的是一個加水的意思 我沒有給你 因為今天你用一個空間的 就像只剩一樣的在一起 會有很多一樣的